老师就告诉我 现在的学校 先生不像先生 学生不像学生 你要到学校去听课 你会大失所望 这些话当时我听不懂 学校怎么会是这种现象 来换一句话 学生 好学的精神 已经衰退了 小学中学认真读书 未来要考学校 小学为了考中学 中学为了考大学 大学就不必考了 念到大学的时候就松懈了 等着拿文凭 真正专心读书的学生不读 这以后我明白了 那么老师不是不教 是学生不俗 那老师教的时候 是白费力气 于是我就想到了 那个时候的台湾老师 跟澳洲差不多就是状况了 老师为什么还要上课 为了拿工资回家生活 这是他的职业 学生为什么要上讲堂 为了拿文凭 不专心读书了 所以老师就不争教了 过有所需 过人独门 过人地愿 皆大欢喜 教育沦落到这种情形 63年以前的事情 现在各了一家词 校风 学风之帅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那么当时我听老师这些话 这时候一完全拒绝了 所以感到很悲伤 年岁渐渐大了 想学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承蒙方先生的爱护 我告诉我 你真的想学 每一个星期天 到我家里来 这场级别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